身穿华丽一定之婚纱霸气摆出pose 还小露心机不时撩起纱裙 乃欣美从时尚教主升格为女王自然也很关心时事 对于朱欣怡的病情脸像是挂着满满的不舍 其实我是我们是第一个知道的 在去年的时候就知道了 可是只要有空然后我们就他有空 他体力可以我们都每一个礼拜的进口 我们都有他的名单在等着他 然后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就这样 就是不要一直他现在那个情绪里 嘻嘻的朱欣怡不时关心他 不过最近蓝欣梅遭曹阁发文呛下 点名蓝欣梅不要再带他老婆出去 对此蓝欣梅也是有话要说 我看不懂我就是看不懂 我有跟你讲吗我就是看不懂 那一天新闻一出来那个 树林就有到我家来跟我道歉 然后我也看了很心疼 因为因为又不是他的错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就是要他们当事人自己坐下来好好讲嘛 对不对好好去解决 对于感情别有一番的看法 事业上也是相当得意 这次美妆节目注入满满信谢 编气华与徐凯夕成为助理主持 看在前辈眼里觉得相当有趣味性 关心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实在是在我们节目太有趣了 然后制造很多麻烦 在我们节目里头你会看到 不老妖精 作为演艺圈大将长的蓝欣梅 好友一举一动都相当关心 节目里外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 当后辈最坚强的后盾 TVBS新闻 佳汉文 郑卫珍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继续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铅